欢迎您收看两韩简报 朝鲜表示已经发射了一艘新的核攻击潜艇 以对抗美国海军力量 美联社 朝鲜宣布已经成功发射了一艘名为英雄金昆玉的核攻击潜艇 这对于该国努力建设核武装海军 对抗美国及其亚洲盟友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该潜艇设计用于在水下发射战术核武器 但其携带和发射导弹的数量尚未明确 朝鲜此前已经测试了多种设计用于从潜艇发射的导弹 并且还在追求核动力潜艇 该国计划改造现有的潜艇和水面舰艇 以便携带核武器 朝鲜展示新型战术核攻击潜艇 彭博社 据报道 朝鲜据称已经发射了一艘能够进行战术核攻击的新型潜艇 该国的国家媒体发布了出席仪式的领导人金正恩的照片 这些图片显示 新型潜艇有10个导弹发射管 这是朝鲜唯一一艘能够发射弹道导弹的潜艇的改进 该国已经多年来一直在研发第二艘潜艇 朝鲜发射新型战术核攻击潜艇 澳洲ABC 据朝鲜官方媒体报道 朝鲜公开展示了一艘新的战术核攻击潜艇 这艘潜艇名为英雄金昏玉号 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出席下举行的仪式上下水 预计该潜艇将被分配到 巡逻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海域的舰队 金正恩表示 装备海军核武器是一项紧急任务 并承诺将向海军部队转移更多的核潜艇和水面舰艇 目前尚不清楚 这艘新潜艇将装备何种导弹 但朝鲜此前曾试射过远程前射弹道导弹 短程前射弹道导弹和可从潜艇发射的巡航导弹 朝鲜公开了新型战术核攻击潜艇 德国之声 据朝鲜国家新闻机构朝中社报道 朝鲜已经发射了其第一艘战术核攻击潜艇 以加强其海军力量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了潜艇下水仪式 并视察了潜艇在准备进行试航时的情况 这艘潜艇被命名为金军域英雄号 以纪念朝鲜历史人物 它被分配到巡逻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海域的舰队 目前尚不清楚这艘潜艇将装备何种导弹 朝鲜表示 他们发射了新的战术核攻击潜艇 CNN 据官方媒体报道 朝鲜已经发射了一艘新的朝鲜式战术核攻击潜艇 据称 这艘名为英雄金辉玉的潜艇 是该国海军力量的核心攻击武器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了发射仪式 并表示 这艘潜艇将加强该国的海军力量 此次发射是在朝鲜9月9日举行的 75周年庆典之前进行的 美国起诉9名涉嫌制造 Trickbot乐意软件的俄罗斯人 南华早报 美国已对涉及Trickbot网络犯罪团伙的9名俄罗斯人 提起了起诉 该团伙在新冠疫情期间 以勒索软件方案为目标 攻击了包括医院在内的企业 其中一些人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以及英国当局 已将这些个人列入制裁黑名单 该团伙自2016年以来使用恶意软件和名为County的勒索软件程序 攻击了美国和其他30多个国家的数百个目标 据估计 该行动在全球范围内至少获得了1.8亿美元的收益 其中包括来自英国目标的3370万美元 罗布 佩奇期望威尔士能从僵局中获得积极因素 并将其带入与拉托维亚的关键比赛 英国独立报 威尔士队在与拉托维亚的关键2024年欧洲杯预选赛中信心倍增 此前他们与韩国队战成了0-0平局 尽管在过去的13场比赛中只赢过一次 但威尔士队主教练罗布 佩奇强调了他们在对阵一支 进入2022年世界杯16强的韩国队时的表现中的积极因素 这场与韩国的比赛 是威尔士队自6月份输给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的预选赛以来的首场比赛 佩奇强调了 乔丹 詹姆斯的首秀和对一支强大的韩国队的凌风 这些都是他们在与拉托维亚比赛前的信心来源 朝鲜发射新型战术和攻击潜艇 KCNA 路透社 朝鲜宣布发射一艘新的战术核攻击潜艇 该国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了潜艇发射仪式 国家媒体称 这标志着加强该国海军力量的新篇章的开始 拆除贫民窟修建新道路和动物控制 印度为G20全力以赴 但它是否仍然具有相关性 澳洲 ABC 本周末在印度举行的G20峰会引发了争议 因为该国在全国范围内举办的活动花费了1.86亿美元 据报道 这次会议将是一场奢华的盛会 豪华套房据称每晚租金为3.7万美元 领导人们还将乘坐防弹奥迪 然而 该峰会因其效果不佳而受到批评 一些专家认为 G20在近年来一直难以取得任何成果 此外 中国的习近平和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等重要人物将缺席 进一步引发了对该论坛效力的质疑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利用这次峰会机会来推广他的政府和国家 在印度各地举办了大量的G20活动 并为此次峰会改造了新德里 这次峰会被视为印度确立自己作为全球大国 并加强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机会 然而 普京和习近平的缺席 以及对印度对待少数民族的担忧和最近在曼尼普尔发生的种族冲突 引发了对该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的质疑 G20峰会近年来因其缺乏效果和无法就关键问题达成共识而受到批评 关键领导人的缺席和有关东道国的持续争议 进一步对该峰会能否取得有意义的结果产生怀疑 华为的Mate60 Pro手机展示了中国制造零部件迈出的重要一步 彭博社 根据彭博社的Tech Insights分析 华为最新的智能手机Mate60 Pro使用了非常高比例的中国零部件 该设备依赖于中国公司如北京OV电子 华创和广州润性信息技术的组件 目前只有SK海力士的存储器被确认为外国零部件 由于受到美国制裁 华为被断供台湾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后 一直在研究生产自己芯片的替代方法 威尔士与韩国在卡迪夫友谊赛中陷入了可预测的僵局 英国独立报 威尔士在与韩国的友谊赛中以0-0占平 这场比赛是在他们关键的欧洲杯2024预选赛对阵拉托维亚之前进行的 替补出场的基伏 摩尔在下半场投球攻门击中了门注 离进球最近 这个结果意味着威尔士在过去的13场比赛中只赢了一场 主教练罗布 佩奇在对阵拉托维亚的预选赛前面临压力 英国最大的希望是高增长的印度 而不是僵化的欧盟集团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正在寻求加强与印度的贸易和外交关系 作为其脱欧后战略的一部分 财政大臣李希 苏纳克正在访问新德里 以敲定一项自由贸易协议并在该地区建立联盟 英国将成为欧洲首个与印度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 该协议预计将汇集威士忌和汽车制造商 以及英国投资者 英国还寻求为在英国工作的印度公民争取豁免 并为印度提供更便利的投资渠道 脱欧后来自印度的移民浪潮也正在改变该国 每周有1500名印度工人抵达英国 是脱欧前的两倍 英国还迎来了来自尼利亚 津巴布韦和香港的移民潮 脱欧后的移民模式可能成为我们时代最大的变革之一 新签发的大部分签证将授予英联邦公民 韩国首次发行武士债券 筹集4.75亿美元 日经亚洲 韩国政府计划在日本发行首批武士债券 以利用低借款成本 这些以日元计价的债务将分为三年、五年、七年和十年期限 总发行规模为700亿日元、4.75亿美元 销售计划定于下周四进行 韩国财政部表示 发行低利率的日元债券将降低资金成本 并多样化该国的外汇储备 随着日本的借款利率保持低位 武士债券的发行量有所增加 平壤能给莫斯科带来什么? 半岛电视台 美国表示 俄罗斯和朝鲜关于武器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有人猜测两国领导人可能会在本月会晤 莫斯科和平壤之间的关系似乎在加深 这引发了对孤立的俄罗斯对西方更加危险的担忧 一些人认为 与朝鲜建立联系可能会给普京总统带来更多的影响力 然而 也有人认为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导致了其孤立 并且他迫切需要结盟 华为的新手机证明 中国在芯片战争中取得了进展吗? 以下是专家的观点 澳洲 ABC 中国官方媒体指出 华为新款智能手机是美国试图限制中国芯片发展失败的证据 据报道 上周发布的Mate60Pro使用的芯片比中国顶级合同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SMIC以前生产的任何芯片都要好 从2019年开始 美国切断了华为获取生产最先进手机型号所需的芯片制造工具的途径 该公司只能销售使用库存芯片的有线批次的5G手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